第三个 犯戒轻重 非几妻入道 什么叫入道呢 就是男二处 女三处 这个是上品不可悔罪 这个就破解 那么几妻 如果是自己的妻子 如果是非时 非处 非道 中品 如果是非几妻 只有身体的接触 但是没有入道 只有身体的接触 中品可悔罪 如果只是念头的活动 发心淫欲连身体都没有接触 那就责心颤 下品可悔罪 所以 他这个犯罪轻重 不检别对象 不管是人也好 鬼道也好 畜生道也好 他完全从入道跟非入道 来判断轻重 这个地方值得注意 我们看第四科的开源情况 有三种 为愿家所值 如热铁入身等 唯苦无乐 熟睡不觉知 狂乱坏心 邪淫的开源有三种 第一个 你是被愿家所抓 就是一种强大外力的盗贼 用强迫的方式 在你不可抗拒的方式而泛倒 但是关键是 你的内心也不能有乐受 如热铁入身 唯苦无乐 所以在律上说 即便是为愿家所值 只要你乐受 也是泛到邪淫界了 这个要注意 第二个 熟睡不觉知 你是在睡觉做梦当中发生的 这种情况是不犯 因为你没有清醒 你是在一种没有清醒的状态 第三个 狂乱坏心 您好感谢 您好感谢 您好感谢